我會再講講台 好 OK 大家Ready 了 我等你傳給我 OK了 各位媒體的朋友 就著司法機構處理法官的問題 我和郭貝凡議員今天有一些後續的回應 今天我們看到報導 指司法機構終於就著高等法院法官李漢良 因為在去年去參與公開聯署反修例的運動 而正式在今天是會將它移除 不會再給它去審將來有關反修例事件的案件 就著這個處理我有一些回應 我認為司法機構今天這個對李漢良的法官的處理 都是一個遲來的應對 因為由它去參與公開反修例的聯署 應該是去年的事 為什麼拖到今天它才正式去處理要求它 去備職不再審理任何反修例的案件呢 這個是一個遲來的應對 如果司法機構不是反應遲鈍 就給人家感覺是雙重標準 所以我形容今天司法機構是一個遲來的應對 不過做了都好過沒有 因為我們始終是要求司法機構是同一把尺 處理這些法官給人感覺去公開發表證件的偏頗的情況 那我在這裏也都要敦促司法機構 李漢良法官今天對他的處理還未完的 因為除了要求他備職不要再審理反修例的案件之外 在這段期間由他公開簽署了反修例運動的聯署之後到今天 究竟他中間涉足過審過多少個案件 是和反修例的案件有關呢 這些案件的判決究竟是要怎樣處理呢 這個司法機構還是對我們欠一個交代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現在司法機構還欠我們一些其他的處理的 包括那三名匿名法官 早前透過外國的傳媒去發表一些扭曲事實的陳述和政見 這個都是嚴重傷害我們司法機構的公信力和中立性 但我未見司法機構處理和跟進 第三就是公民黨的前成員余俊祥 代表公民黨參選之後參選區議會贏了 做了區議員做完還可以去做裁判官 但公民黨一直以來支持那些違法達義 如果一個這樣的核心的公民黨前成員去做裁判官的時候 他會怎樣處理那些黑暴的案件呢 是不是要要求他同樣地 是要備職不可以讓他再審理任何的黑暴案件呢 不見司法機構有任何跟進和處理 所以這一個呢還是需要跟進的事情 我希望我敦促司法機構呢 是要嚴肅認真地去跟進 去維護我們司法機構的中立性和公信力 不要讓人感覺我們那些法官呢 是可以讓人感覺是表達政見表面偏頗這樣 這個會傷害我們的司法機構的公信力 那我交給郭貝凡議員有一點補充的 是啊 大家好 除了剛才周浩鼎議員所提的一些案例 還未處理和還未交代之外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要求司法機構 是用同一把尺和一個標準 來去處理不同的一些政治的案件 就著早前各位建法官 因為同情被告 形容被告有一個高尚的情操 然後判了被告四年監之後 就被裁就是不能再處理和反修內有關的案件 而馬道立大法官也都出來高調地去批評了國官 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我言由在意 聽到馬官就說 法官和司法人員絕對不可以偏頗 言由在意 日前又有裁判官水佳麗 去判一個15歲的男生 承認扔汽油彈 中火和管有物品意圖損為財產兩罪 他就判18個月刑法 但是他就形容被告是優秀的小孩 亦都說認同他滿腔而誠心愛香港 他這個裁判一出 我收到很多很多家長的投訴 大家都是歪言 剛剛昨天才聽完馬官說不能有偏頗 這裏大家都覺得水官這次裁判的判詞是非常偏頗 亦都是教壞小孩 會不會釋出一個很錯誤的訊息 就是如果你熱愛香港的話 就可以做一些違法的行為 包括扔汽油彈 就著這個情況 我亦都即刻再寫信給馬道立首席法官 要求他就是用同一個標準去處理這個案件 如果他認為郭偉健早前形容被告高尚情操 而不能再審判和反修例相關的案件的話 我們亦都認為水佳麗裁判官 亦都不適宜再審理反修例相關的案件 我們其實市民對司法機械有很高的期望 我們亦都認為法官的裁決判詞和言論 對社會其實是有極大而深遠的影響 必須謹慎而為之 所以就此我已經出了信給馬官 我們希望馬道立大法官 亦都盡早可以告訴我們 他怎樣處理剛才周浩鼎提出的 一系列的一些案件和情況 給我們一個交代 以及就住水佳麗裁判官的判詞和判決 亦都給我們一個充足的交代 以釋除公眾對司法機構審理公不公平的疑慮 我補充多一點關於水佳麗判決的判詞的情況 我在這敦促律政司 律政司有責任很謹慎地審視水佳麗裁判官 就住那個案件的判刑理由 因為我在這提醒 在過去是曾經試過由於裁判官 可能在他的判詞裏面出現了偏頗和錯誤 導致有必要去覆核刑期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當年黃之鋒衝公民廣場的案件 當日姓張的那位裁判官就是因為在判詞裏面 下了一個被人客觀地都認為是一個偏頗和錯誤的判刑理由 是錯誤地鼓吹那些人去違法的 所以律政司當時是做了覆核刑期的處理 就是最終大家知道由本身不需要有任何的監禁 去到最後打到上終審法院是判四個月的刑期的 這個是很明顯要維護我們香港社會的法治 所以同樣地就著水佳麗裁判官頒布了的判刑理由 我希望律政司要審慎的審視 如果發現判刑理由有錯誤出錯 或者錯誤地鼓吹以一個太輕的刑期 會錯誤地鼓吹那些人犯法是沒有代價 變相鼓吹那些人出來犯法的話 我請律政司一定要做妥 他覆核刑期的安排 好 這個就是這樣 You said that the judiciary should actually review the judge AUDIENCE って拍植小零的法治 表演過我的 Hoo重察 then like, what do you think's called with that judgement? 喔, well What I should say is the prosecutio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view the entire judgement handed down by mist's choice because in the past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is some error done by the judge in similar cases and I recall that a few years before in the case of Joshua Wong when he carried out a sort of disruption against the electrical building there was a pure error done by the judge, done by the magistrate so finall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cided to review the sentence and finally they have imposed four months imprisonment upon Mr. Joshua Wong so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 of the city and make sure that the judge would not deliver a wrongful judgment to wrongfully encourage others to breach the law that is the crux of the matter Thank you and then I will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ule of law